院長 各位同仁 這個臨時會開到今天為止 每一個法案都是社會大眾關注的重大爭議法案 包括現在在省的功夫法 社會上仍然就有許多的爭議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裡頭 包括今天修法的方向 沒有錯 未登記工廠在過去60年代的時候 幫台灣創造了很多經濟的價值 但是未登記工廠也沒有受到法律的相關規範 即便在我們今天修法之後 包括相關的污染問題 公安問題 勞安問題 跟我們所謂幾大項問題 也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當時功夫法要來去規範所有的廠商 約束廠商 在功夫法制定之後 其實曾經延長過兩次 相關的 我剛剛提到這幾項問題 公安的問題 消防的問題 勞安的問題 也沒有真正解決 我當然希望這一次延長的年限是最後一次 但是我必須還是要提 公夫法的修法 未來在兼顧產業的發展之外 環境的保護如何去落實相對是更重要的 在105年5月20號以前 新廠房要嚴格執行拆除 當然在污染跟消防跟公安的部分 也要落實積極的查查 但是仍就有許多不幸的業者 心存僥倖 也就是說 我們政府應該有的手段 如何在今天修法完成之後 仍就有它的手段去落實積查 這樣子我們這一次的修法 才有它的目的在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 在環境保護上 包括未來在污染上的級別的認定 我仍就沒有看到環保署跟農委會 有落實的角色在裡頭 對於農地的保護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肅 而且非常重要的基本態度 在這一次行政院本來送出的版本裡面 是沒有限定任何的年限 雖然在草野協商當中 大家有一個共識是20年 但是我仍就認為 20年後 我們如何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還沒有看到行政院相關部會 有更具體的說法 在產業的發展上 我認為今天除了我們要討論這個法律之外 根本處理的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對於失控的工業區的價格 如何讓他回顧 大眾就有看到 現在我們提出相關的問題的情報 今天的環收法就是政策滿票 而不是真正解決 我們現在公布這個工程的問題 好 謝謝李委員